代表亚裔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民主党韩伊众议会议员金对锡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川普的新的移民议案以选择形态挑选移民 他保证要继续在纽约推进有利于移民的政策 我们要推进进步政策 比如梦想法案 给予所有学生 无论什么身份 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我们要为移民人口建立一个基调 一种态度 让他们继续移民到这里 就像我们家长在80年代所做的 放弃了在韩国的一切 只是希望来到美国 让下一代实现美国梦 在纽约中国城任华部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的陈作周说 看看华人聚居区的繁荣就知道移民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他认为川普的新移民议案会损害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第一 现在老化得很快 跟日本一样 对不对 你需要新学 现在你看这个工作 他可能不了解 多少工作会空出来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人口都没有办法 谁来替你做home care attendant 谁来帮你做医药 护理 帮忙 这些都是需要外面来的 不过也有支持民主党的专业人士承认 社会主义式的福利政策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危害 现在呢 不光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欧洲 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 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 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 社会主义倾向 国家福利倾向 这个东西掰过来 特别是加拿大的 美国之音方兵张珍 纽约报导 美国之音方兵张珍 纽约报导 我需要一些稿 线报导 他们需要再证明看